咚咚 聲音無限廣播劇團 我準備了很久,這個freestyle freestyle還可以準備很久,大家都freestyle 對,老師 嗯,學了五年了 你有freestyle 有 哦 哦 Yup 嗯 Yeah 準備一起來 一開始就結束到這個活動 完全是無意間 發現臉書廣告 話鼠聲喃喃自語 請追阿媽的神奇收納方法 超輕鬆快速打掃大絕招交給你 Yup 不就做幾張簡報 成熟一下就好 還要親自去 嗯 一定很厲害 你在看什麼 啊 好重走開阿你 打掃大絕招 好想你 快報名阿 什麼意思阿你 不然你的房間根本只是廚藏室 反正只是的暑假閒著 快報快報 走遠趁 不過 我還是歸史神差的報名阿 你同學者的奮一騎 U.N 那兩天我媽來台北喔 沒空 可可惡 好了 大家都在客廳了嗎 歡迎參加這次活動第一天的課程 辛苦大家了 我是負責主持的藍夫人 眾人拍手聲 謝謝 謝謝 因為今早阿媽 白天都在醫院 明天只有很罕見的時間 才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裡交流不方便 所以麻煩大家坐下來 幫這裡所有的東西都可以使用 各位晚上時候可以交流一下 有什麼問題直接打電話給我 Call me 那就不打擾大家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吵雜 那是 眼線你要回房間休息了嗎 我想今天跟你借的筆記 你有拿出來嗎 嗯 心裡一起亂溜在房間了 你等等 我回去拿 嗯 嗯 拖鞋 鑰匙開門 嗯 這間 202 是我的房間 沒錯啊 一堆開門的覺得聲音怪怪的 似乎有人動過我的行李 但東西一樣都沒有少 除了我的內褲 我當時不以為意 現在回想起來 原本亂扔的鞋子 那扳開的行李 都被丟到不應該把人位置上 隔天早上 我進入2012號房 跟眼線一起行動卻在半開的門看見 旁邊亂糟糟的衣服 還有站地方的頭髮 額 頭髮 今天天說天氣熱 結果就在這裡看到頭髮 會不會有點嗨 狂 哦 沒想到 他是這樣的人啊 然而眼線 沒有出現在金村阿嬤的早晨分享會 去藍夫人說 臨時有事行虧嫁去了 藍夫人一如既往微笑著 像她這麼氣質美麗的婦女 我們應該相當欣賞才對 只是那時我非常 在笑 一般感覺不到 那是鬼 我只是把人家的活動全跟紅車講了一遍 哦 原本還享受 哦這結束了 為他只是見奏耶 很期望